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,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 2023为播先火的六部古装剧,赵丽颖灵更新《仙剑4》要来了。 伊宇凤航导演,邓科。 主演,赵丽颖灵更新《新云来和雨》。 赵丽颖终于又有古装带,播剧了期待值拉满,楚桥夫妇再续前缘,没等到楚桥赚第二季。 等到了更好的雨风行,看到赵丽颖的女师尊造型,整体还不错。 楚桥赚多少人的一男评? 现在二搭,雨凤航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吗?播出了大家拭目以待吧! 二云之宇导演,郭敬明。 主演,于书新美张灵和承磊卢玉晓。 于书新演技进步蛮多的。 云之宇设定不错,但是对郭敬明的指导还是有点担心。 看了预告,有意思,感觉题材比较新颖,画面影视感很强,有种大片极视感,男女主演技都不错。 虽然很期待这部剧早点播出,但还是稳一点好,看了预告于书新的角色还挺吸引我的。 很不一样的角色,有种清冷感,期待一下。 三仙剑奇侠传四导演,杨玄。 主演,居静依陈哲远毛子俊毛小慧。 任何电影、电视剧续集大多都难逃烂片的魔咒,尤其第四部并非原班人马。 第四部讲述了韩灵莎、云天河、柳梦黎和慕容子英在寻仙的旅途中经历种种困难和磨练。 误得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的故事。看了女主不少古装剧,造型都相差无几,演技也还行。 就是至今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,希望这部播出了能打个翻身仗吧。 四寧安如梦导演,朱瑞斌。 主演,白露每张零和王兴月每周俊伟。 播出后看看怎么样,希望不要因为白露毁了这部剧。 剧情也比较期待。就是能不能用配音,原声还是不太行,听不清楚也没有出彩的点。 小说蛮幼稚的,很多逻辑bug。希望改编动点脑子。 这个题材还蛮想看的,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了。 五仙剑六旗今朝导演,刘国南。主演,徐凯渔书心腹心博美万鹏。 这是一部由游戏改编的电视剧,主要讲述了月今朝与月琪联手同道伙伴,将阴谋逐一击破。 踏上行侠仗义旅程的故事。现在的古装仙侠让我怀疑就是编剧YY主角在村里的冒险。 盲猜这又是小学鸡的恋爱,且仅粉丝和土狗的自嗨,徐凯有这功夫,还不如去拍《零剑山2》。 六云秀航导演,朱嫂杰。主演,李一同曾瞬息邓卫带露娃。不说别的,单纯看完剧情简介来说,梦丽君家武则添加李世民。我提名明镜。编剧想的不要太多。李一同和曾瞬息这个阵容我还蛮期待的,这个颜值还可以。不过现在的剧除了改编小说,改编动画漫画就没原创的吗? 2023为播先火的六部古装剧,赵丽颖灵更新《仙剑4》要来了。